歡迎收聽星期二得到英國新聞報導 今天是9月10日中秋節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波仔 在這裡首先祝大家 全世界世界各地的香港人都中秋節平安 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 另外繼續呼籲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和Patreon頻道 月輝贊助我們 第一則新聞 英國王室公布 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的國葬 將會於今月19日 在倫敦西敏子舉行 而令狗在今月14日開始 就會在西敏宮開放給公眾 佔養為勇四天 而查理斯三世今天在登基會議 獲得正式確認職位後 首次主持書物院會議 發表聲明時說 深深明白要繼承 亡母伊莉莎白二世的重任 英國國王查理斯三世說 母親給他一個榜樣 一世的愛和無私奉獻 母親的統治時期是無可比擬的 在持續時間奉獻精神和投入上 雖然我們感到愛上 我們感激這個最忠誠的一生 我深深意識到 這個偉大的繼承 現在在這裡傳給我的軍權的職責和重任 查理斯三世也按傳統宣誓承諾會保護蘇格蘭教會 蘇格蘭有他們獨立的教會 不受國家控制 1714年的喬治一世以來 宣誓登基的國王都要宣讀有關誓言 查理斯三世之後簽署了兩份宣誓記錄 再由出席的書物園委員簽署職位公告 在登記會議後 加德文將官在聖詹市宮露台向公衆宣布 查理斯三世職位 加德文將官懷特宣布 我們深月勝負地齊升公告 查理斯王子現在繼承 賦予我們美好回憶的已故君主 成為我們唯一合法君主查理斯三世 蘇格蘭的愛丁堡 威爾士的卡迪夫 和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 都同樣發出公告 而這次查理斯三世的職位公告 是歷來首次經電視直播的 而英國各地都有儀式 向登基的查理斯三世致敬 在倫敦、海德公園和倫敦塔 名放多響禮炮 而蘇格蘭、愛丁堡 以至海外領地 直播羅陀等地方都有同樣的儀式 英國國會稍後將會召開特別會議 首相邪惠斯和全體議員 將會向查理斯三世宣誓效忠和致敬 另一方面查理斯三世登基後 隨即宣布 40歲的大兒威廉 和他的媳婦凱特 成為威爾斯親王和王妃 和繼任為第25任 康玉爾公爵和公爵夫人 自動繼承面積達到52,000公頃的莊園土地 威廉兩夫妻將會成為英格蘭最大的地主之一 他們兩夫妻名下的淨資產 估計因此再多大約10億英鎊 即大約多超過90億港幣 查理斯做了王柱七十年 作為王柱的大兒子威廉一出生就備受注目 他的母親已故戴安娜王妃 在1997年在法國車禍逝世 當年只有15歲的威廉 和小他兩歲的弟弟哈里 更加進一步成為傳媒焦點 威廉遺傳了戴妃的勇貌和神態 性格不像他爸爸查理斯般偏執 他按照英國皇室傳統 就讀頂尖的私立學校和大學 而且投入軍隊服役 又積極履行皇室職務 和參與公益和外訪活動 成為廣受英國人愛戴的皇室成員 根據今年5月一項民意調查顯示 威廉的支持度高達7.5 僅次於英女王伊利莎白二世 以他爸爸查理斯和他弟弟哈里的支持度 分別只有54%和32% 英國太陽報就引述一位研究皇室的專家分析說 現年73歲的查理斯三世 雖然做了70年皇柱才登記 但估計他不會在位很久 之後將會由威廉來繼位 另一方面 威廉的弟弟哈里皇子已由蘇格蘭巴爾莫拉爾城堡 返回溫沙堡 估計他和他老婆梅根 將會繼續留在英國 直到英女王的國葬儀式結束為止 而威廉皇子和他老婆凱特 還有他弟弟哈里和他老婆梅根 今天就到溫沙堡外面 和悼念離世英女王伊利莎白二世的民眾會面 威廉等人首先宣讀到詞 再用心地看民眾 擺放在閘外的悼念英女王的鮮花和留言 大批民眾今天繼續聚集在溫沙堡外的道路兩旁 和威廉等人走近他們的時候 他們報以掌聲和歡呼聲 他們四個人之後隔著圍蘭 和民眾握手和聊天 英女王伊利莎白二世的國葬 將會在今月19日舉行 而國王查理斯三世已經批准將當日列為公眾假期 美國總統拜登都表示將會出席英女王的國葬 而日本媒體報導 日本政府正與宮內廳協商 安排日王德仁出席英女王的喪禮 消息說皇后雅子都希望出席喪禮 而按照日王的慣例 通常都不出席喪禮 但1993年當時的日王名人 和皇后美智子出席比利時國王 博杜安一世的國葬 創下了喪禮 日本皇室 由御人 名人 德仁 三代 都與伊利莎白二世 有深厚的交情 日王德仁在2019年5月1日登記後 英雷王曾邀請他和皇后雅子訪問英國 但受到武漢肺炎疫情影響 遲遲都未能成幸 下一則質問 以英國皇室為故事背景的熱門劇集 《皇冠》目前正在拍攝第五季 但因為英女王伊利莎白二世的離世消息 亦令到皇冠的編劇 Peter Morgan發表聲明宣布 劇集暫時停拍 表示對英女王的尊重 Netflix熱門劇集《皇冠》目前正在拍攝第五季 亦預計將會在今年11月上架 而早前亦公開了第六季 《威廉王子》 《凱特王妃》的選角 亦曾透露第六季 將會在今年秋天開拍 劇集《皇冠》第五季第六季的故事 將會聚焦在英女王的老年時期 亦會由曾經在哈里波特中 飾演欣北里居教授的 伊美代史杜頓 來飾演英女王老年時 編劇Peter Morgan很沉重地表示 皇冠是寫給伊麗莎白二世的情書 除了沉默和尊重 我沒有其他東西想說 另外被問到會不會將 英女王細細寫入劇本 編劇就透露目前沒有改動劇本內容的計劃 下177文 根據英國《每日郵報》報道 英國每名賓主都有屬於自己的 皇家密碼 用於政府的建築物 國家文件和皇室相關文件 伊麗莎白二世英女王的密碼就是ER 代表Elizabeth Regina Regina在拉丁文中的意思是解女王 未來也要改成查理斯的新密碼 而英國皇家郵政的郵筒上 都印有當時在位君主的標記 而目前全英國有超過10萬個郵筒 印著代表伊麗莎白二世的EIIR 舊的郵筒不太可能被拆除 現在英國街頭上仍然可以看到 印著英女王父親 喬治六世國王的標記GR的郵筒 不過未來新設立的郵筒 就會印上查理斯的標記 而貨幣方面 印著英女王頭帳的英鎊 不會在一夜之間換身 而是逐漸減少流通 完全換成印有查理斯超帳的貨幣 可能要花幾年時間 而新的硬幣上 查理斯的超帳將會面向左邊 與目前英女王的超帳相反 這是遵從17世紀開始 每逢君主交替 就會更換方向的傳統 今集節目時間又來到尾聲 最後呼籲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patreon頻道 月輝贊助我們 下集再見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這個VPN 這個叫做 Private Internet Assets 簡稱PIA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驚發 我認為 製造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我們也算過價錢 看過其他那些 這個也算是便宜的 市場上有競爭力 而且這家PIA是美國公司 另外一個比較熱的 Shack Shark 應該是芬蘭公司 現在他透過我們的連結 去加入VPN計劃 想有82%優惠 再加三個月的免費 海外用戶更加可以用這個PIA上網看ViuTV 這些節目 不用買TV box 這也挺好處的 簡單一擊這個PIA就可以連接到香港通道 可以自身香港一樣上網 海外你也可以用 因為有些人 如果要看ViuTV海外看不到 如果要用這個就可以在海外朋友看到ViuTV 這個也會贊助我們 如果要加入這個就等於支持了我們 希望大家網友可以安裝一個實際用途 這個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以後片尾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 拜拜